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主要是在消除交通方面的死亡和重伤的一个全国性的运动 那么会成为交通规划中所使用的很多的工具中之一 但是它并不是说并不是所有道路只能够用它来解决问题 根据所谓的Vision Zero我们叫做零这个零愿景的说法 它的理念的转变有可能会改变这一个城市 它在交通安全方面可能取得的进展 有可能会被阻碍下来 也会阻碍这个城市获得联邦基金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拨款的安排 在近年来我们Houston已经获得超过1亿美金的联邦拨款 把它用在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而这也符合在休斯顿市在当时的市长 就是Turnall市长在2020年所做出的零愿景Vision Zero的承诺 它提出的目标就是到了2030年 要透过优先来考虑驾驶人 行人 骑自行车 还有公共交通使用者他们的安全 主要就是透过这个目的在减少碰撞和车速道路方面的 一个重新的设计 来消除在我们休斯顿的这些交通的严重伤害和死亡的发生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休斯顿市就已经完成了一些相关的这些项目 并且还有更多的计划在进行当中 到目前为止这些工作这些努力 取得了一定程度方面的回报成功吧 根据在前市长Turnall办公室去年12月发布的消息 我们休斯顿2022年交通死亡和重伤人数 同比小幅的下降 2023年前9个月又进一步的下降 而新任市场Whitemeyer的领导下 休斯顿市是不再强调Vision Zero 那么市长的发言人 他说虽然这个Vision Zero在以前被用作 所有道路唯一的决定因素 但是要往前继续的推进这个计划 会成为在交通的规划 在我们休斯顿市交通规划中 所使用的众多工具之一 不再是唯一 接下来我们看到休斯顿市方面 居民对于水费 这个飞速增长是抱怨平平 休斯顿市议会现在同意 要进一步的纠正这一些虚增的水费 过去一年多来 我们在休斯顿的居民一直都在抱怨 这个水费过高 而且水费的读取不正确 有的时候水费你高达数千美金 怎么可能呢 居家的一般的居民 这个家庭用户用水 怎么样也不可能高达数千美金 现在为了纠正这种有缺陷的水费的计费系统 休斯顿市议会的议员们 在这个礼拜废除了一项被 一些人称之为过时的旧的法令 这个法令阻碍就是在休斯顿市府雇员 来调整虚增的水费 那么任何按水表显示的水费比例或减少 按照原来的法令都是非法的被禁止的 除非减少是根据部门的具体规定进行 休斯顿市则说 任何被指控减少电表账单的是否雇员或的官员 除了按规定之外 都要对减少电表的费用负有个人责任 所以这是不合理也是过时的 现在一年多来 休斯顿居民一直抱怨过高和不正确的水费 此后议员就向公共工程部门 提出了要求 要求对在室内的老旧的水表系统 进行现代化的改造 这个系统也一直被指责 引发了昂贵的水费上涨 现在在议会方面则同意 就是现在要开始改正 来纠正这种过时的系统 以及错误的计费的方式 好的 这几则是和我们德州相关的新闻 接下来我们看其他方面 美国方面的新闻 先看一下在这个国务卿布林肯方面 布林肯在今天是在以色列 特拉维夫和以色列的总理 纳坦雅胡会面 媒体报道 布林肯访问以色列代表 继续努力来保住加萨停火 以及释放被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哈马斯挟斥的人职 而分析也指出布林肯主要关注 要让以色列听尽美国的担忧 另外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 以巴立即停火来换取释放人质的草案 草案在今天表决 但是遗憾的并没有通过 大约11个国家投下赞成票 而中国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 则投下了反对票 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弃权 由于身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俄罗斯 都投下反对票 因此草案在今天闯关失败 接着看到在美国国会 两党公布了第二轮 1.2万亿元政府开支案 希望能够在今天限期前完成相关立法 避免国土安全部等多个重要部门 因为经费告新而关门停摆 但是也由于时间紧迫 开支法案是否能够及时过关 还是伪之数 两党公布消息时 各自都形容自己取得胜利 共和党人说 成功争取到联邦增聘2000名的边境巡逻人员 为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增加了大约8000张的床位 可以加强拦截 弃留无证移民 而共和党级的众议院议长迈克扎森 日前说边境议题是最为艰难的部分 两党之间存在巨大分歧 共和党最终争取到许多关键条款 民主党方面则说成功的为儿童福利和教育计划 癌症以及奥兹海默症研究等项目 争取到额外的拨款 那么癌症研究会会追加1200万元 而儿童福利和发展专项资金金费上升9% 同时也阻止了共和党在限制堕胎和排斥性小众的条款 开支案不会收紧堕胎药美肤陪同的使用 也不会阻止青少年获取性别肯定的治疗 此外法案也会拨款两亿元 在马里兰州新建联调局的新总部 同时也因应联邦最高法院的要求 额外拨款1900万元 来加强保护大法官人身以及住所的安全 不过在现在时间相当的紧迫 那么这些法案能否过关 说实话在现在仍然还是伪直数 另外在乔治亚州众议会通过了法案 限制中国等外国代理人在当地购买 临近军事设施的土地 华裔民主党议员则指责 这个举动只会让歧视变本加厉 也没有办法促进国家安全 在乔治亚州众议会 昨天以97票对67票通过了法案 法案将五个国家列入范围 但是审议期间 议员主要讨论的还是中国的问题 对此表示代表某个国家进行 刑事的个人或企业都会被定义为代理人 但是禁令并不适用于住宅 与众议院的众议会的版本相比 参议会早前通过的法案是更为的严格的 对于在Social Security Office 我们说涉安局 现在看到司法部调查发现 涉安局在数年前 启动了反诈骗计划 曾经违规 当时的官员怀疑民众不当领款之后 在没有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下 就处以巨额罚款 是严重的违反了程序 根据报道 设施的反诈骗计划 是在2018年推出 并且得到国会两党议员支持 原来的用意是打击 诈领残疾福利的现象 司法部判断涉案金额太小 不足以构成刑事起诉时 涉安局是可以处以民事罚款的 但是法律也同时要求 就是涉安局方面 必须提前通知当事人 允许对方罚款前申诉 如果当事人与政府和解 并逐步归还款项 罚款额度将会大幅的降低 但是现在则发现 就是当时的官员 在怀疑民众不当领款之后 并没有通知当事人 在这种情况下 就处以巨额罚款 所以是严重的违反相关程序了 接着再看到 CMS就是联邦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在昨天已经宣布 Medicare第一次可以涵盖某些的减肥药 只要这些药被批准用于一种额外的健康福利 这个举动也为Medicare涵盖 诸如诺和诺德生产的VigoV 这等一些部分的急受欢迎 但是非常昂贵的减肥药打开了大门 根据CMS的这一个说明 Medicare Part D 医疗照顾部分计划 是可以涵盖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 用于额外健康福利的肥胖症疗法 由私营保险公司管理的Medicare处方药计划 目前还没有办法涵盖 仅用于减肥的这些药物了 最后我们在新闻方面看一下 提醒大家关于Starbucks 在Starbucks呢 星巴克现在它的贺解礼包的形式 去年11月到今年1月期间 在实体店和网络上发售 那么现在因为它的马克杯 这个MOG 温度过高时可能会破裂 他们相关机构 就是食品安全消费委员会 接到最少已经十多宗烫商或割商的报告 制造商雀巢现在决定召回44万个同款的杯子 根据了解这次召回的产品 包括了两个杯子组成的礼品包 经典的热可可和马克杯 还有薄荷和经典热可可马克杯 再加上节日混合的马克杯 杯子的制造商雀巢就事件盗窃 并且表示其他雀巢或星巴克的品牌产品 都不会受到影响 提醒朋友们 如果你使用Starbucks购买的这个杯子 是在去年11月到今年1月间 不论是在Walmart Target 或者是Nextcom这些地方购买的 它富有金属的涂层 用微波炉加热的话可能导致破裂 所以希望朋友们特别注意 这一个你可以就是退回零售商 可以得到现金或者礼品卡的全额退款 带给大家这是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湖美剑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欢迎订阅